鬼滅之刃的鬼王五彩 千年时间制造了许多鬼 让他们为自己寻找青涩彼岸花 到头来还是没找到 却给人间造成了众多的悲剧 还为自己树立了众多的人 人类变成鬼之后 都会拥有一种专属于鬼的能力 那就是邪鬼术 并且每只鬼的邪鬼术都不一样 虽然邪鬼术不同 但是能力却会有相似之处 比如这下面的三只鬼 都有使用分身的能力 半天狗 上弦四半天狗 又称分身之鬼 是个胆小丑陋的角色 半天狗的邪鬼术是具象化分裂 当半天狗遭遇危险的时候 它的四种强烈情绪系 怒 哀 乐就能够依靠此邪鬼术实体化 并且保护着本体 当本体处于极度危险的时候 它的四大分身就会融合为增破间 实力进一步增强 但是最终负责保护 半天狗本体的是分身恨 胆小如鼠的半天狗本体线 就躲在这个分身的心脏部位 要是看只狼没有通透世界的技能 肯定发现不了它 虽说半天狗坏了 但是它的分身表现出的强势 依旧让人畏惧 铜魔 铜魔是上弦之二 冰之鬼 能够操控兵的力量 铜魔的分身有三种 第一种是邪鬼术 暗烈之白击 铜魔制造出两朵少女形态的 巨型兵连 可以从口中吹出冰雾 来进行大大量的攻击 第二种是邪鬼术 结晶之欲子 铜魔制造出能独立作战的冰人偶 外形就是铜魔自己的模样 能够使用和本身相同强度的邪鬼术 仅一个冰人偶就能让 一只柱和香奈呼变入苦战 而铜魔能连续制造出五个冰人偶 若不是它中了蝴蝶忍的剧毒 一只柱和香奈呼 会被它玩弄到立即而亡 第三种是邪鬼术 武兵睡联菩萨 铜魔制造出一个无比巨大的冰人 外形如同双手合适 打坐着的菩萨一样 是铜魔的所有邪鬼术 分身中最强的一种 铜魔 铜魔看起来像是三只 其实它们都是一只鬼 因为它能分裂成 有自主意识的三个身体 一起行动 铜魔的邪鬼术 还可以在任何地方 自由地制造出沼泽空间 并将目标扩入其中杀害 铜魔喜欢挑选 年轻望美的女子作为食物 找鬼也一样 并且还将年龄限定在16岁 最后这两只鬼都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其实还要细算的话 女女能够分裂出 无数个眼球分身 可以提供侦察 刺探情报 接着等个辅助作用 鬼舞食物惨 还是由同自暴一般 将自己的身体自由分裂成无数分 每个碎片都算是她的分身 大家认为谁的分身最强呢 我是阿维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爱你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 my